朋友们好 今天给比赛中的鸽子拌凉 拌的这个钙磷粉 为什么要拌钙磷粉呢 早几天他们不是都铲蛋了吗 我们要给他把钙给补回来 因为还要比赛呢 再过两天要比赛 他们正常是吃四铲子 拌的粮食不能剩 只能少与他尽量让他吃完 还有啊 你要是如果不经常给鸽子拌粮的话 鸽子你拌的粮食他有可能不吃 第一次拌粮一定要记住 少拌一点 比如说他吃四铲子 你就给他弄个三铲子或两铲子都行 先让他饿一下也没关系的 再喂 就是让他尽量的吃下去 我刚才这样铲的铲的有点小 我正常铲的大 这次铲的小 再给他放一点水放多了 有大朋友该说了 你这个正常放这个钙磷粉啊 放多少 没有数 直接挖两勺进去 给他裹上去就行 拌均匀 别让他打疙磷 先放水 再放这个钙磷粉 你如果要是先放钙磷粉的话 他粮食有的湿有的干 或者是那个水直接弄在钙磷粉上面 他会打疙磷 一打疙磷的 疙磷就给他撇下来了 不吃了 主要的是把这个粮食啊 给他挂在上面 钙磷粉 我这放的不少吧 好 开始挂上来了 再放一点 他这个好像就像中挂了一样的 因为铲锅蛋的鸽子 你要是不给他补回来啊 到时候比赛的缺钙的话 说丢就丢 看他们吃的挺厉害的吧 我这边拌凉都已经拌习惯了 在他们很小的时候 我就开始给他们拌凉 即使不拌凉 我就是比如说 马上给他喂食了 我弄点水进去 拌点保健啥 都可以的 吃完了 来还有 水放多了 勉强给他倒完 吃吧 等他们吃不饱 我再给他们再加一点干的就行 没有泡过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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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